民進黨全黨支持蔡英文 除了剛才的這一個 現任優先的優勢之外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不斷的告訴大家 因為美國非常的挺蔡英文 因為美國挺蔡英文 所以大家應該要支持蔡英文 這也是現在有關於 台獨金孫跟大小姐戰爭當中 一個非常有力的一張牌 美國牌 在台灣關係法四周年的 相關的活動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的確是派了一個 滿大的團到台灣來 包括了聯邦眾院的前議長 萊恩 AIT的處長麗英傑 聯邦眾議員的議員江生 還有AIT的主席莫健 通通都來了 蔡總統說幾天 當然外交活動也非常的頻繁 但是特別的是 在這一個場合當中 AIT的主席莫健 特別強調一件事情 他說美國是尊重 台灣人民的意志 不論未來台灣的領導人是誰 美國不會替任何一方背書 也不會涉入台灣選舉 而且就會跟2020勝選的 那一個政府合作 這代表美國的風向也在改了嗎 是蔡英文的民調實在太低 拉不起來 所以要趕快拿保險說 我會跟2020勝選的政府合作 並不是大家現在所說的 一定只跟蔡英文合作 但是其實在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這一個選舉對台灣滿關鍵的 因為美國在這場選舉當中 很多選情的判斷是完全的誤判 在選後顯然也做了一番的檢討 在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包括莫健曾經在AIT的臉書上面 說他的一則專訪的內容 被外部勢力 試圖在台灣選舉的時候 影響輿論傳遞了不實的訊息 他認為這是非常的危險 這個跟當時蔡政府在主打的假訊息 影響選舉的論調是相當一致的 對於高雄的選戰 前AIT的高雄分處長杜浩維浩 也曾經在臉書上發文說 自己見證了40年的高雄的改變 呼籲高雄人要有更多信心和自豪 要以新高雄為傲 也看起來像在挺民進黨 長期在高雄執政的這個成績 另外有人說 寒流崛起之後 AIT的官員 拜會了藍營的高層 藍營的高層表示說 這次翻轉高雄很有機會 AIT的官員立刻打斷 並且語帶懷疑的詢問說 真的會這樣嗎 當時麗英傑還露出非常胡疑的表情 代表美國對於九合一 整個選舉的選情的判斷 跟後來實際發生的結果 是有很大的誤差 所以這一次 是不是趕快先跳出來說 我們沒有要跟某某人合作 不會替任何一方背書 反正2020誰勝選 就是跟他合作 我覺得美國在這一次九合一選舉 他們的整個政治情勢 發生非常嚴重的一個失誤 判斷完全失誤 他們有沒有介入選舉 有沒有介入台灣的選舉 其實有 我想觀眾朋友看得很清楚 因為一般來講 一個國家的外交官 或者是卸任的外交官 拍足台灣的代表 通常對於這個國家 或是這個地方 在進行選舉的時候 通常大家會保持安靜 因為講任何話都是不對的 但是很明顯的 他們前後都講話了 而且都是在選前的時候講話 其實這個就是故意的釋放出訊息 說我是支持蔡英文 我支持民進黨 我支持高雄市政府 就是民進黨的高雄市政府 其實他們的態度就是在放出 這個強烈的政治訊號 他們認為韓國瑜雖然有那樣一股力量 但是不足以撼動南部的綠盤的結構 他們認為是這樣 這個我們把它稱之為 他們的外交人員 派駐在台灣的政治情勢的研判 發生非常嚴重的失誤 那麼這個嚴重的失誤怎麼辦 發生了怎麼辦 本來他們還是估計說 韓流可能是一股風吹過來 那麼選上了 上任了 那麼回去當地方首長了 這股風就沒了 然後就開始大家考慮新的險戰 那就是總統了 可是他發現撒不住 韓流繼續在走 韓流一直在走 而且越推越高 越推越高 這個時候我們就很明顯的看到 美國又走回美台務實的工作者了 就是美國 台灣關係的務實工作者 對 他是美台務實的工作者 就恢復了 因為他已經估算出來說 如果按照韓國瑜 這樣的一個趨勢再走 那麼國民黨如果最終推出韓國瑜 然後韓國瑜不管是 一對一的作殺跟民進黨的 或者是三個人的作殺 除非說最終這個 柯文哲跟綠營的候選人 不管是賴清德或是蔡英文 他們暗中 例如說有某一種默契 就是說假設柯文哲的支持度 最終穩定的領先民進黨 那民進黨是不是最終把他的票 移轉給柯文哲來擊敗韓國瑜 但是你的內閣的閣員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一些院長 是不是盡量啟用民進黨的 免得我的民進黨的這些人 面臨失業 或者是說假設柯文哲最後 沒有贏得這個民進黨 而民進黨是排名第二的話 那會不會最終就是說 那你柯文哲當市長 你把票移轉給我 你當市長當到任滿 我全力支持你 那麼必要的時候等你卸任 來當我的行政院院長 類似這種 我們不曉得 這個是完全推理 這個NCC諸委們 不要再找我麻煩 我們是推理 那這樣的一個推理 換言之也就是說 因為三個人選的話 我們就看到韓國瑜的支持度 大概在三成八到四成左右 如果說他們兩個人加起來 有可能會擊敗韓國瑜 我們不能排除 綠白的合作並不是說 一個選政 一個選富 我覺得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綠白的合作很有可能 是在政治的實務上 進入一種合作 用這種方式 可是對美國人來講 他怎麼面對這個情勢 變數太多 變數這麼多的話 如果說假設 韓國瑜的力量一直起來 然後完全的壓制了 這個綠跟白的 任何形式的結合 國民黨還是會回來 也就是說韓國瑜 會回來的情形下 那麼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我如果去挺民進黨 挺柯文哲 最終那麼韓國瑜贏的話 我以後怎麼跟他合作 韓國瑜就可以交價了 你以前是什麼態度 你現在要修補這個關係 你要付出多少代價 這個東西對韓國瑜來講 也可以有很多的籌碼 跟美國人談判 可是對美國人來講 他外交工作就很難做 那因此走回務實的 一個工作者的一個態度就是 我就退出來了 那就你們自己去玩 你們去玩 我不壓寶了 我不壓寶了 誰贏我都喜歡跟他合作 誰贏我都喜歡跟他合作 那就大家都開心 你開心 我也開心 我們就看到美國 已經務實的調整了 他現在 不然的話 如果美國一直表態支持 民進黨的話 這個時候對於藍營的打 會很辛苦 可是如果最終藍營還是贏的話 對美國人以後就很麻煩了 所以我覺得美國務實非常好 美國總算回到務實層面了 跳出來了 不要再介入台灣的選舉 我希望你維持到底 一直到明年我們1月11號選完 你美國都維持不介入台灣的選舉 這樣的話你就好棒棒 不過如果說AIT做這樣子的表態 對於蔡英文接下來 這個選戰當中要打美國牌 這件事情 是不是打出去的牌 就不是那麼有利 不管怎麼樣 他還是會打美國牌 不管也沒有利 對蔡英文來說 手上的牌已經很少 基本上內政的部分 不用坦度 壓壓無一片 所以外交大概是他能夠 玩牌的一個局 但是我覺得美國他是一個聰明人 美國並不是說 唯一是站在某一方 其實他在過去的20年中 每一次的選舉 他都會做一些 不同的調整跟壓編 那個壓編有的是最後一刻 才會出現 有的是比較早期就出現 所以現在雖然這樣子講 之後還是會再改 我覺得最後還是會壓編 因為他 你說是從蔡德這邊 開始往中間偏 因為包括很多的 朱立仁也去了美國 柯文哲也去了美國 我相信這兩位 雖然沒有在公開講 但是我相信國務院的相關的高層 應該有去跟他們私底下 對我碰面 對我聊了 對我聊 大概也都是摸了底 說大概每個人的情況怎麼樣 準備的程度如何 大概也都摸過底了 這次韓國瑜去 雖然表面上沒有去什麼 國務院拉這一類的機關裡面 但是我覺得在最後 LA有一個行程突然不見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很特別的 八 九月如果正式受得指定的話 八 九月還會再取 但是這個時候 美國對他算是一個摸底 算是不說面試是一個摸底 我覺得中間LA一個行程 突然取消 突然取消 然後去做其他事情 會老朋友 我覺得那個說不定也是一個 其他一個私底下訪談的一個節目 我倒唱一下 我覺得比較麻煩的是賴清德 就是賴清德到目前為止 沒有傳出他選前可以去美國 然後他自己也說 他當選後去美國 我說當選後 他根本不可能去美國 因為賴清德他本來打算 除非過境 蔡英文從來沒有想要讓他出現 他有機會去美國 他可不會代表民進黨 如果假設4月份 民進黨出現結束的話 他五 六月可以去美國 他現在你搞到5月20號 不讓他有時間去美國 OK 所以他是被技術性的卡爛 所以我覺得美國 他基本上 他會看每一方的 在做一些調整 更何況他自己也有 委託人在做民調 他也會看很多的民調公司 但也會看聲喉嚨 他真的有在看聲喉嚨 我不騙你 他真的有在看聲喉嚨 所以他大概也會對 台灣的民意取向 他會做一些分析判斷 他不那麼笨 跟韓國瑜也喊出說 國防要靠美國 未來美國跟台灣最重要 就幾個大的軍售案 不管以後藍綠誰執政 美國這個單坦白講 都得買 與其這樣的話 不如為了以後 各項買單的順利的話 我跟各方都維持 比較好的關係 未來在很多的生意上面 比較好談 所以我覺得美國的調整 到後面我覺得會更清晰 但是美國調整 對台灣選票真的有幫助嗎 我覺得也沒有 你看高雄這樣子 之前這樣講話 反而也沒有任何的幫助 對綠營來說也沒有幫助 所以我覺得美國因素 可以談一談就好 但是不會成為大家投票選舉 一個真正的考量點 不過美國人這麼務實 迷惱會不會覺得他們很現實 不會 其實在我們迷惱看 其實美國本來 他不只是自由民主世界的 典範領導國 其實他根本就是一個生意人 很清楚 他販賣的就是說 形而上的就是 自由民主法治多元 這個價值 另外的 形而下的 就是這些武器 經貿的這些往來 我是跟大家報告 提醒很重要的一點 美國只是生意往來 美國從來沒有說要併吞台灣 所以美國會是我們 最重要的友邦 這一點我們絲毫不必說 去質疑什麼 以美國 他是民主世界的領導國家 他犯不著說 在任何國家的選舉 他去表態 基於外交利益也好 或者他自己國家的利益也好 第二點 我們民進黨絕對 選舉從來也不會說 打什麼美國牌 不會 過去馬英九在選舉 兩次總統的選舉 他也都有打過美國牌 我相信藍寧的委員 也心知肚明 不過我是覺得這樣 有幾點賴教授 選民不分藍綠 其實他投票的意向 他都是為了國家社會好 不是說藍的選民 才是這個我投他為了國家社會 綠色好像 你就把我們綠色選民 講得好像說 綠色選民感情都迷失 就只是為了一個感情投射 投給我們的候選人 其實不是這樣 第二個就是說 要棄誰保誰 這種棄保 其實是選民自己決定的 沒有人有辦法去操控這個 選民也不一定說 比方說拿一邊比較大邊 他就去棄那個弱的保強的 不一定 會棄強的保弱的 因為事實上要看這個強 是真強還假強 你像柯文哲那種強 那叫瞎 很瞎的 瞎強 柯文哲是那種 你好像也批判到部分選民了 支持柯文哲的選民 都說人家瞎 不是 他們是一時被騙 不 我就講過 我說我社會上 有兩種人 我一隻摻不透 一種就專門騙人的 你像詐騙集團 像柯文哲這種 另外一種又專門被騙 專門被騙我就想不懂 你被騙你這是傻子 被騙兩次以上那就瘋子 所以我的看法是覺得說 因為我們社會有一個氣氛 長期在姑息柯文哲 在縱容柯文哲 所以讓大家長期對醫生 感謝跟尊敬投射到柯文哲 柯文哲是利用這一個 但是那個是題外話 你覺得賴清德的高評調 也是因為這樣嗎 不 你看賴清德一出來 大家就知道賴清德是一個正派 真的有做事的醫生 柯文哲就是一個很瞎的醫生 為什麼也不支持他 沒有 我支持他 我支持他 我現在還很天真的奢望 而且我希望這個其實在 現在大家看到好像 你這樣可能會傷害你的公信力 不會 因為我是聽選民的聲音 選民是這麼希望 所以我認為很快就會有一個 大家看到的 你們不願意看到的 但是綠營的支持者會希望看到的 就是一個合作的大局 我是認為這樣子 這個韓國瑜的參選 既然是定數了 那也請國民黨也展現一點 就是說你不要這樣扭扭捏捏的 我們不要扭扭捏捏的 像今天郭台銘講了幾句話 你們又開始 又開始又做一些改變 我再次講 郭台銘只是財神 韓國瑜才是正神 我們讓我們最強的出來 你們也讓你們最強的出來 我們台灣沒有那麼多 你這一句話被自己打 每次講都說話不算話 你最強的 你沒有要出來 蔡賴霈最強 蔡賴霈不成的時候 我在告訴你第二強的是什麼 第二強是什麼 不好意思 那也是要分九集 蔡王霈 所以不管是蔡英文還是賴慶格 一個人都不夠胖 要兩個人綁在你才夠胖 沒有 跟王世堅霈 王世堅都快掛了 之前職位這展示 他很積極性的